我剛跟媽媽住在一起那八個月 我覺得是精神崩潰 我很慘啊 我一天曾經吃到10顆 照顧媽媽開小大量嗎 沒有8萬也要10萬 不要懷疑真的是這樣 將所有照顧者說聲辛苦了 不管是機構的 或者是你自己現在本身在照顧長者的人 我覺得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撐下去撐下去 但這邊我要呼籲喔 照顧的人 你自己也要照顧自己 你垮了什麼都沒有 何宜俊擔任成人紙尿褲代言人 出席活動時搭房談機 自己照顧73歲媽媽的經驗 因為一場車禍 導致媽媽的腦部受損 行為變得像老頑童 需要她細心照料 我因為一個小閃失 我真的花了20萬的一個教訓 就是因為媽媽 老人家最不喜歡就是 聽到就是走我們去上廁所 因為她會覺得很麻煩 當用完餐之後 你問她要不要上廁所 她跟你講不要 可是你車差不多開600公尺之後 她就說我要上廁所 她下一個動作 她很急啊 她自己也知道急 她就有一個動作 就是開門 那一開門完蛋了 車撞過去 你要陪人家 自己也要陪自己 所以那一次我就花了十幾二十萬 但還好她人沒有出去 她就門打開 整個門差點掉下來 都毀了 那你看門都快毀了 內部車的整個右邊 因為我們是往右靠走 然後內部車的右邊 整個從頭到屁股全部都壞掉 那你要負擔人家上班的時候沒有交通 差不多二十 還好人都沒有受傷 她當下很生氣 可是後來看到這個媽媽的狀況 她瞭解 她就整個很好溝通 那媽媽也像孩子一樣犯錯 她知道 她整個臉就是很慌張 然後 你也只能不斷的安慰 我剛跟媽媽住在一起那八個月 我覺得是精神崩潰 我長期有在吃住眠劑 我那個時候不知道怎麼照顧媽媽 她半個小時就叫你一次 因為她要去上廁所 你告訴我你半夜睡覺 你怎麼辦 我的睡覺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就斷掉 斷掉之後你就睡不著 那你睡不著 你就會想要靠住眠劑 我很慘了 我一天曾經吃到十顆 但是是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兩個一個小時有時候不一定 吃一吃吃一吃 直到有一天 我整個人是往生 然後呆滯 我知道完蛋了 我不戒不行 那時候就把剩下的 全部丟在馬桶 沖掉 大概有半年左右 我不知道那個叫戒斷白 我每天晚上 要換兩次衣服 因我倒汗 心計一定會 再來 我以為我中血了 晚上你要睡覺 或者是在跟旁邊的人聊天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控制的 籌緒 那你 會抖耶 抖到連我先生都說 你是卡到什麼 照顧好嗎 好開心 要打掉嗎 光請照顧的人 光請照顧的人 最起碼他的費用就是要四萬多塊 那你其他的再加上去保健食品 然後等等吃喝喝喇叭 沒有八萬也要十萬 不要懷疑真的是這樣 我現在想像如果萬一我負擔不起我自己一個人 真的就像我的父親是這樣的 他沒有希望 他人生沒有希望 但我沒有會 照顧 我沒有訪問 我不是個天橋 現在你試過 我做個天橋 我去吃你 你超過天橋